第1716集 久仰久仰 您是地狱门的长老 人家身份在那摆着呢 管事的可不敢有一点得罪 是啊是啊 就是老朽 兄弟 我跟你说啊 我一见到你啊 就从心里往外的喜欢 就好像看到自己亲兄弟似的 今天初次见面 做哥哥的也没啥好东西 这块玉佩就送给兄弟做个见面礼 聊表寸心 这东西不算什么 就是一点点诚意而已 说吧 顺手递管了一块明黄色的玉佩 管事也是莫云天超级宗门的精锐骨干 自是石火之人 他一打眼的玉佩吓了一跳啊 这玉佩貌似是地狱门的独门秘宝 不染若水吧 听说这玩意儿 那是地狱门的独门秘宝 以黄泉暖玉为主材料 精心炼制而成 善客世间一切毒水毒物 毒液之类的流脂毒物 非地狱门十全长老以上的人物 不能拥有 从无门派可以仿制 这等宝物别说拥有 剑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这等稀奇的宝贝就这么送给我了 管事真心的不相信呢 看管事有点愣神 那长老心里有些打鼓 管事兄弟 老哥哥这点礼物可还算有诚意吗 特意地加重了诚意两次的语气 那态度岂止是有诚意 简直就是相当的有诚意啊 管事的下意识要开口说什么 可是还没等他说话 呼啦一下子围过来一帮人 这个塞个玉佩 那个塞块宝石 后边还有两个 直接塞过来两块紫魂精玉 七嘴八舌的表示诚意 我们都很有诚意啊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管事彻底的断片了 殊不知 这些人心中都喷着单独与楚阳的交谈 要天才若是跟别人在一起 不打得头破血流才是怪事 除人命都太正常了 毕竟这个可是关系到宗门前途啊 楚阳都把话说明白了 要众人的诚意 自然就无所不用其极的表现自己的诚意 这管事也许就是连接见到楚阳的一座桥梁 送点东西又算得了什么 众人你来我往争抢得不亦乐乎 谁都明白现在的局势 谁抢在前面 谁就有了相当大的优势 至于后面的 那可就说不准了 谁也不知道这批天才到底有多少个 就算看着不少那也不行啊 说不定第一名就是全部一口吞了呢 狼多肉少啊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谁的想法也都差不多 若结果当真如是 大家可就甘等着喝起北风吧 所以大家那是谁也不退后 原本排行十几倍的门派 看到天剑蒙的人 无不退彼三舍 可今天 一个个儿却像是吃了春药一样强硬起来 死也不肯稍退半步 大家都别争了 一看这样实在不是办法 两袖金风的管事又去请教了楚阳 说出了楚阳的决定 既然大家没有统一的认知 那就按照九重天阙各自门派的排名位置 这个次序大家看得怎么样 我是无条件赞同啊 云中天哈哈一笑 排行前几的门派轰然叫好 其中地狱门某长老接连向某管事示意 自己那块不染落水送的不冤 虽然不是第一个进入的 怎么也是第二个顺位 这些人一旦联合在一起 势力可是相当恐怖的 在后面那些个门派只能够忍气吞声 一个个都用杀人的眼光 看着云中天和天剑萌的一个老者 率先走了进去 众人心情紧张 谁不知道天剑萌的强大和贪婪 尤其还是遇到这种事情 不贪婪也要贪婪呢 一个个的心中祈祷 万万不要让这些人把所有人才都给抢没了 就算你们吃肉也给我们留点汤水喝 楚兄 我为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天剑萌此次的领队 也是我天剑萌三长老 晴空一鹤 木苍雪 云中天介绍着 九阳九阳 但愿大家能够成为朋友 楚阳貌似热情的说着 木长老脸上的肌肉狠狠的抽搐了一下 朋友 你现在都跟墨云天地不死不休了 谁他妈的嫌自己命长了 跟你当朋友 这句话 这功夫说的简直就是最最恶毒的诅咒 久阳久阳 木长老上了第一句话 就被楚阳吓了一身冷汗 勉强忍住擦汗的冲动 生生挤出一个比哭好看一点的笑容 云中天微笑道 楚兄啊 这次宝贝我可都准备好了 相信大家一定交易愉快 是吗 楚阳微笑道 我这边也准备好了 希望大家交易顺利 云中天亲切地微笑起来 弯月如眉 眼中闪闪不断地发出秋波 楚兄啊 这次您可不能小气哦 楚阳承受着云中天的妩媚刺激 机灵灵打了个哆嗦 云兄放心 小弟是那种人吗 云中天也打个哆嗦 你不是那种人吗 甘笑一声说道 哈 楚兄啊 开除你的条件吧 楚阳沉吟一声 呃 那还得先要看云兄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有祸自然有人 哈哈哈哈 楚兄啊 咱们名人不说暗话 现在已经不是三天之前了 现如今的情况是 楚兄得罪了墨云天地 楚家处境堪忧 满门皆难以幸免 若是让这帮孩子勉强留在这里 那后果只怕就是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当然就是死得太可惜了 云中天沉溺了一下 接着说道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畅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www.dxp8.com 若楚兄信得过我 不妨将这些孩子全部交给我 我全部带走 一来除了确保他们的安全 还能给他们一个不俗的前程 二来 算我欠下楚兄一个人情 云某闭环 三来呢 大抵也算是为楚兄您解决了一个当前的后顾之忧 楚兄以为如何 楚兄眼中寒光一闪 这些孩子都是那位神秘的存在造就的 这个 只见楚阳长身而起 云兄良言道破眼前局势 明天一早我就送这些孩子离去 只要到了那里 相信一切尽贵安然 随后端起茶杯 低着头轻轻喝水 端茶送客之意 再明显不过了 哦 哈哈哈哈 楚兄啊 小弟刚才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您怎么就当真了呢 玩笑说过 咱们还是赶紧进行正事吧 楚兄 您上眼 看看我这次带过来的东西 怎么样 楚阳翻着眼皮 看了他半晌 微微笑道 云兄不愧是青年一辈中的第一人 这份能屈能伸的心胸 就已经非常人可及 佩服 云中天哈哈大笑 极尽爽朗 楚兄 小弟可本来就是爽快之人 刚才就是开个玩笑 见笑见笑了 我要是信了你 那我得多脑残呢 楚阳心中怒骂一句 既然如此 那就言归正传 云兄打算要多少呢 云中天沉饮了一下 伸出手掌 翻了一下 再翻了一下 想了想 又翻一下 这些如何 二十人 可以啊 楚阳眯起眼睛 一口答应 不 不是二十人 云中天神情严肃 我要的是 两千人 不知道楚兄这边 够不够这个数字呢 楚阳搭了着眼皮 没有 直接一口回绝 这伙胃口太大了 一张嘴就要两千 你就不怕撑死啊 就算我能拿出两千 你给得起代价吗 没有 云中天紧急地分析楚阳这两个字 楚兄 不应该没有吧 楚阳懒洋洋地说 就算有 也不可能给你这么多 就算是你们天剑萌 想一口气培养两千个天才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嘛 楚阳这句话 让云中天眼中猛然一亮 楚阳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是 这里有两千个天才 真的有 天剑萌是不会有这么多资源的 但是我还有别的地方 还请楚兄成全 说到没有就是没有 楚阳不耐烦地说到 虽说楚阳也急于给这些孩子找出路 但如果一下子给云中天两千支数 而云中天还有能力栽培这些孩子 那么九重天阙的整个格局 将会在这一刻形成定居 这是楚阳绝对不愿意见到的 那一千五百人也可 云中天退了一步 那也没有 楚阳哼了哼 最多最多 一千二百个 一千三 云中天继续加码 能多争取一百是一百 就一千二 多一个都没有 楚阳咬住嘴不放松 一千二百五 云中天开始主动降低 但仍是牙子必较 毫里必争 你猜二百五呢 就一千二了没得商量 如果你还有异议 就直接走人好了 干脆一个都不要 那还省事儿 楚阳翻了翻白眼 云中天为之气节 我跟你说啊 这一千二可不是白送你的 你想要就得拿出足够的天才地宝 珍奇金属 倘若你们拿不出来 别说是一千二了 一个都没有 楚阳的态度坚决之极 寸步不让 行 就按楚兄的意思来 说完 云中天从自己的空间戒指里 又取出另外一枚空间戒指 递给楚阳 楚兄 你看看这些如何 楚阳接过来 打开空间戒指 精神力往里一看 顿时就有些头晕目眩 天剑蒙不愧是天剑蒙 底蕴是真足啊 这里面密密麻麻的 全是真奇材料 曾经被楚阳奋为至宝的铜云缸 在这儿 只是很憋屈的被堆在角落里 梦眼银 梦眼金 赤足精金 蜜银 风铜 星辰铁 这个是什么玩意儿 楚阳一挥手 一大块金属落在桌子上 咔嚓一声 素以兼用稳固著称的黑潭桌子 瞬间被压出了裂纹 不过总算没有整个解体 只是整张桌子都在往下降 向着地面之下 缓缓坠落 楚阳吓了一跳 急忙用手拖住 以眼前情形判断 这块也就人头大小的金属块 居然有数万斤的重量 这是星辰之心 乃是一颗陨落的星辰之中最精华的部分 比起所谓的星辰铁 不管质地还是分量 都要强出千万倍啊 哦 以这块星辰之心为例 你们想要如何交换 这个东西 举室之间只有一块 云中天说完 定定地看着楚阳扮上 一百个如何 第1716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感谢观看